好,接着回来 在这边呢,刚才呢,已经绘制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呢,接着通过投影 好,这边做出160的一个长度 好,高度呢,我们也知道是已经是20了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对象 已经把它绘制好了 绘制好之后,通过投影的一些有关知识 好,用对象追踪 从这个点追踪上去160个大小 好,水平线拉过来 应该拉到什么地方呢 拉到这个对象的向线点上 因为这边的大小呢,是从这边做出来的 好,这边呢,有点不太好 所以我直接从这边做一条线上去 为了不影响我 好,做过来 水平线 好,再将这条线我就不用了 把它删掉 一条直线做下来 所以呢,这边我绘制的这个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这一块 它的一个高度值了 它的一个高度值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孔 所以呢,我们也要将这些孔完全的把它打了 打孔打出来 好,在这边我们已经看到 有一个20,32,36 所以呢,我们直接通过这边的投影的方式 把这个点呢 好,直接通过这边做一条水平线 直接放在这边 好,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出错了 好,很方便的,很容易的看出来 最后把这条直线删掉就可以了 好,在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M36绘制出来 36的话,一边也就是18个距离值 好,从这个点过来 18个距离值 好,下来多少呢 40个单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我就不去看了 等一下你们绘制的时候 仔细看一下 好,这边呢 是40个单位 好,50的单位呢 是我们M32 M32的话,也就是说 一边就是16个距离值 好,从这边过来 16个大小 下来50个单位 50个单位 好,32 再画上去 好,再画上去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接着来看这边 好,这边我们看到 这边有一段距离 我们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话 我们这边呢 是有一点不可以这么计算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完全就要看它 大家对一些 机械图形的一些了解 好,简单的来看一下 我从这边做一条 从这个地方 做一条线过来 是不是应该正好 是这边的一个长度 所以呢 在这边有一些对象的大小 我们完全通过 这个投影来做出来 好,下面的这一点呢 应该是正好 是在这边的一个点上 看到没有 都是在同一条线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通过这些投影的方式 把它做出来 好,然后呢 那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观察 再来进行观察 我们观察什么对象呢 好,在这边 我们可以把下面的这个对象 包括中间的这个圆 我们可以将它绘制出来 好,为什么可以将它绘制出来呢 因为在这边啊 我的一个大小呢 可以通过这一些 把它做出来之后 绘制左势图 通过投影的方法 把它完全的投影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好的,我们来做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找到了这个圆心 找到了这个圆心 我们呢可以通过投影的方式 把这边的这个圆和这个大圆做出来 这个大圆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 是50个距离值 50个距离值 那么既然是50的距离值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好的 好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这边圆工具 从这个点 从这个焦点上 好,这个对象追踪 我把这个终点关掉 有点影响我们了 终点关掉 好,从这个焦点上去多少呢 上去50的大小 好,50的大小绘制一个圆 这个圆呢 半径是10个单位 直径是10 也就是说半径是5 半径是5 能明白的吧 好,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不是半径是 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啊 好,这边是24 24对投影过来的24的单位 把它删掉 从这个点 上去 50 半径是12 好,然后呢 还有一个半径是30 在这个地方 半径是30 好,从这个点呢 投影一条线上来 从这个地方 投影一条线上来 做到这个地方 好,然后呢 我们把该修剪的地方呢 稍微的修剪一下 稍微的修剪 修剪 好,这边呢 剪掉 这条线呢 把它删掉 好,这条线呢 我也把它删掉 好,做成这样子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呢 基本上没有出来 太多的一个内容 没有出来太多的一些地方 但是没关系 我们把左式图 再做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投影的方法 把多余的对象做出来 因为这时候有很多的大小 都是在左式图投影过来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有些地方还不太方便 去做出来 好,左式图怎么投影 我在这边呢 也做一条线过来 让它保持和我们的主式图 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好,这时候我们来绘制这一边了 好,绘制这边 下面的一个长度 是不是还是160 对的吧 还是160的长度 好,我来把它画出来 从这个点上 过来160的单位 好,然后上去多少呢 上去的大小 我们可以在这边把它看出来 在这边看出来 好,这边呢是60 加上上面的应该是50 应该是80的大小 80 好,或者说呢 我可以通过最上面这个点 把它投影过来 也是可以的 来看一下 是不是正好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对的吧 好,然后呢 那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长度160 好,做出来这边 所以这就是左式图下面的这个部分 左式图下面的这个部分 好,左式图下面这个部分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找中间的这一些内容 好,中间的这些内容呢 我可以不用绘制了 因为这边已经有了 这边已经有了 好,我可以直接把这边的一些对象 把它复制过来 选择它 CU复制 复制到这里 好,然后呢 我用旋转工具 把它旋转一个角度值 好,旋转到这边 然后呢 用移动工具 把它移动过来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做呢 因为它完全都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完全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种方法 把它投影投影 对称对称嘛 对的吧 好 当然这边还有一条线是往下面来的 往下面来的 好,通过镜像工具 把这上面的这一块呢 把它镜像到这个过来 当然这时候 终点要再次把它打开了 终点再次打开 投影过来 好,投影过来呢 这边一条线把它连起来 中间一条线把它连起来 修剪一下 好,修剪好了 我们看到这上面的这一个 收集出来了 好,出来了之后 里面的这个对象呢 我们也把它做出来 好,里面的这个对象 怎么来做呢 好,我们也来看一下 首先呢 有一个 这边 M 这边是36的一个40 好,圆心 投影 好,从这个圆心 投影过来 从这个点上 好,也就是过来多少呢 是 25的30 好,进来一个30的距离值 上去多少 好,上去呢 也就是36 36的一半也就是18 对的吧 18 好,做到这个点 然后呢 镜像一下 把这个镜像下来 好,然后呢 我们再从 还有一个是40 40 长度呢 是25 好的 40 我就上去20个大小 过来了 25 下来 还是40 做到这边 好 做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 这里面的这个倒角呢 和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5乘45度 5乘45度 好 既然是完全一样的倒角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倒角呢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从这个点 复制到这个点上 把它复制下来 好 复制下来之后 我们这边的一些对象 完全可以用 对称的方法 把它做出来 既然是对称的话 你第一个点想到的 绝对是投影了 对不对 好 然后这边的一个呢 也把它投影过去 因为它是完全对称的对象嘛 好 投影过来 投影过来之后 中间的这一点连接一下 中间的这一点连接一下 好 连接一下 把该修剪的 稍微的修剪修剪 我们看到这边的对象 是不是已经被我们做出来了 能明白的吧 好 这种方法 好 这种方法有了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好 这边的投影 这边的这条线 投影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呢 就来做一下 投影过来 拉一条水平线过来 好 拉一条水平线 拉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可以找到这块方块啊 对的吧 这个方块 这个方块是什么呢 直径20 是不是直径20 好 直径20半径是多少 半径是10个 对不对 半径是10个 好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点上 过来10个单位 好 连接下来 这边也是一样 过来10个单位 连接下来 当然你可以连 稍微的连长一点啊 没关系的 连长一点 因为为什么这边 因为这边有一个孔啊 只不过有一个孔的地方 我们都是10个单位的一个大小 好 做到了这条线 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个距离 是不是就是我想要的这一段 好 我想要的这一段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点方式 把它做出来 好 这边的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投影 把它找到这个地方 好 是在这一个地方了 在这个地方 中间的是30个单位 看到了吧 30的单位 好 所以呢 我从中间做一个30的距离上去 30 好 30在这里 然后呢 再进来了多少 进来40个距离值 好 进来40 连接下来 连接下来 一条垂直线连到这边 好 该修剪的 先把它修剪一下 所以通过这种投影的方式 我们看到中间这一段 不要了 好 这一段距离 我们看到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边的 这一段距离啊 是不是就是可以这样投影出来 对不对 投影出来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就简单多了 就简单多了 好 什么地方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边的这个圆呢 可以把它稍微的修剪修剪了 已经不需要这么多了 好 修剪掉 好 这上面的这些呢 该修剪的 我们都把它修剪成形 剪掉 剪掉 投影的地方 这边是45 所以从这边下来45 就是我这边的一个距离值了 好的 45不是很好找的吗 从这个点下来45的距离值 看一下 好 从最上面这个点下来45 是从哪个点 我来再看清楚一点 好 是从这个点啊 半50的长度的这个点 下来45的距离值 这个点下来45 好 做到这边 连接到这里 是不是就是我这一段的长度啊 把它剪掉 剪掉 剪掉 剪 剪 好 剪到这边 我们还有中间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段是直径是10的一个单位 直径是10 对不对 直径是10的话 我的半径也就是5个咯 好 5个 所以我往这边 5个距离值 连到这边来 再从这边 过来 10个距离值连上去 好 把它 修剪一下 剪掉 剪掉 好的 这个时候 我们该要的图形 是不是基本上就出来了呀 是不是很辛苦啊 好 这个图呢 有一点难度的哦 所以大家做的时候要仔细的想一想 有点难度 好的 在这边做成这个样子 在这边做成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这些是不出来啦 所以做这个图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 完全有很多地方你要通过投影的知识 所以在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投影方面的一些内容 所以都是通过这边投影过来 对的吧 投影过来之后才能够把这些距离算出来 要不然的话你是不好 不容易这么直接做出来的 好 这边中间已经做好了 好 把这边的孔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了 从圆心上来 这个地方 好 直径是30 也就往这边15个距离值 然后呢 下来了6个单位 过来30 上去连一下 好 还有一个呢 是直径是15 直径是15 也就是一边7.5了 7.5 连下来 同样7.5 连下来 好 这个孔呢 就有了 这条线不用了 删掉 删掉它 删掉它之后 我们看到下面呢 其实有一个这种 这样的一个孔的 这样的一个孔 好 直径是从上面 最上面下来20 找到这一个孔的一个点 下来20 好 做到这边 然后呢 这个孔有多大呢 这个孔有多大 通过大样图 直径是9 也就是一边偏移出来 4.5个距离值 偏移4.5 上去 下来 对的吧 好 然后呢 这边 八个单位值 八个单位值下来 好 这个八个单位值呢 从它终点上出来 八个单位值 好 从这个终点 这边下来 八个单位值 好 它告诉我们 八个单位值 是这个点 好 这两边 这个斜线 这个斜线呢 我们一般都会指30度 会指30度 好 30度呢 也就是说 到这边 我来绘制一下 切换到角度方面 30度 也就是过来一个 负的60 好 负的30度 这边呢 我也做一个 负的30度 负的120 好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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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的150度 好 至于这边 我要做多大呢 这边要做多大 我是不是可以 把这一条线 把这条线 拉长一点 通过欧偏移 4.5个距离值 过来 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这两个点的一个位置了 能明白吗 把这个角度做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 通过偏移 把它做出来 好 然后呢 拉两条直线下来 拉两条直线 好 拉到这个地方 再从这个点 拉一条直线 拉到这个地方 说明呢 它就是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内容了 这条线不要让它删掉 好 这边的一个孔 是不是也做出来了 做出来之后 这边两个内容是属于什么呢 这边两个圆弧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两块圆弧呢 我们通常都叫它相关线 都叫它相关线 这个相关线呢 我们一般怎么绘制呢 我们都是通过这一段距离 也就它最宽的这一段距离 来绘制它中间的一些内容 好 怎么绘制来看一下 我用标注 简单的自己来标注一下 不管它有多大 好 32 我从一个圆心 从这个点画一个32的圆 再从这个点画一个32的圆 然后从这个圆心呢 直接画一个32 来看一下 这边就有了这个对象 通过这种 当然这种是不准确的 但是我们一般绘制 都是通过这种方法 把它绘制出来 绘制这种相关线的内容 好 绘制出来之后 我把这一点相关线呢 直接用复制 把它复制进去 复制到这一边来 好 只有这么一点相关线就OK了 好 这边的相关线有了之后呢 这条线就把它删掉了 这里面呢 稍微的修剪一下 好 这边的一个孔就出来了 好 然后呢 孔中间的相关线 我们用直线连接一下 好 连接一下 连接一下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通过投影 把中间的这一块内容 把它做出来 这一块内容应该是多大呢 也就是这边的宽度 45的距离值 45 45的距离值呢 我们从这个终点上开始 上来多少呢 上来 好 这边 走过来 这么快 好 45除以二 到这里 45 到这边 好 投影一下 这边投影过来 投影过来呢 这边具体小了一段距离 小的距离呢 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一块距离 中间的这一块距离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 稍微的量一下它 好 通过我这边的这个图 50 50 所以呢 做错了一点 投影中间会少了一段距离 少一段距离呢 在这边有一点 好 我们就往里面 大致的做一点 通过打断 这个点打断 打断一点 这个点打断 偏移 偏移进来一个 五个距离值看一下 好 把这个呢 删掉 好 对于这边的距离 我们呢 可以直接通过这种大致的方式 把它做出来 因为呢 这一点内容 没关系的 没关系 好 中间呢 画两条线 一边偏移五个 一边偏移十个距离值 这时候呢 是切开的一个地方 十个距离值 进来 进来 好 把这边删掉 这边的一个孔 这边的一个孔 投影出来 通过呢 中间的这个点 到这里 中点上 绘制一个半径 四点五 好 把它删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 这个图的大致的情况 基本上就出来了 好 还有这边一个孔 这边一个孔呢 对应着什么地方呢 在这边 直径 一把二十 好 一把二十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 往这边偏移一个六十个单位 上来六个距离值 这边呢 一把二 好 下来一下 好 这边也是有一个 也有一个 通过中点 过来一个六十 上来 六个单位 过来多少呢 过来大概到这边结束就可以了 为什么到这边结束就可以了呢 因为我们在这边要保持 铺面图当中 能够看到这边的一个内容的话 所以呢 我们要不能完全到头 完全到头的话 这边是可能挡住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用样条曲线 用样条曲线 做一些波浪线出来 好 做一个波浪线 修剪一下 好 用它直接到顶 延伸啊 这是延伸工具 好 这边呢 也做一个样条曲线 因为呢 这边会有一些 投影 一些会有一些 我们填充的一个内容 好 稍微的修剪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一些该填充的内容 填充一下了 中心线 可以做一下了 好 选择中心线 从这个中点上 做一条中心线下来 对不对 好 从这个中点上 做一个中心线下来 对称的 好 从这里 做一条中心线下来 从这边 做一个中心线出来 因为都是对称的对象 好 这边呢 你可以双击一下 把它的线形比例 改 大一点 比如说改成五个 然后呢 这边再来进行一个 这边呢 有一个截面 好 中间呢 还会有一个 这个图 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 中间绘制一个 当然这边没绘制出来 我们也要绘制一下 因为它是对称的对象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再选择零图层 把我们的这边的这个绘制出来 好 就绘制到这里了 长度60 上来50的大小 好 再做到这边 好 然后呢 从这个点上 做了一个半径是30的一个圆 中间呢 还有两个孔 一个孔呢 是这边的36 还有一个是40 36 18 40 就是20 通过打断对象 把它打断掉 一部分 好 逆时针 打断 好 中间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孔 告诉我们24 好 24的话 再来做一个12 好的 修剪一下 这条线删掉 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把该填充的地方 把它填充一下 还有这块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通过 我们的大样图 把它做出来 怎么做呢 非常的简单 在这边 我把这一块对象 CO 复制一下 复制到这边来 复制到这边来 好 复制到这边之后 从中间 绘制一个圆 因为呢 我们在CD图纸当中 比较的方便啊 比较的方便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 截取出来 好 汇制到这边 然后呢 该修剪的地方 把它修剪一下 好 修剪一下 然后呢 那我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说放 放大个两倍 放大个两倍 这样子来观察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我们的填充 图案填充 好 在这边选择我们的图案 持取点 该填充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好 填充一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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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取消 这边的这条线 可以删掉了 好 延伸一下 好 再来进行一个填充 是我们的BH 也许 填充一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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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呢 也要填充一下 然后预览看一下 好 OK 正好 所以呢 确定键回来 点击确定 好 再次填充 这边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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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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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填充进来 填充进来呢 这个图基本上也就绘制好了 好 在这边标注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标注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简单的标注几个啊 比如说 这边我们要标注一个 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要标注出来 是不是只有160 而它写的是 Five160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 我们标注当中讲到的这一种方法 好 把它写上 Five160 确定 选中它 改成Five160 明白没有 还有这边 这边呢 我们已经把它放大了 已经把它放大了 放大了之后呢 我可以新建一种样式 比如说新建一种样式 我可以在主单位当中 把它的比例因子改成0.5 改成0.5之后 也就表示说 我当前的这种标注出来 直接就是比它小了这么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正好是20啊 放大了两倍的 好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是不是正好是20 所以呢 比例因子的一个问题 你们也要知道 所以在这边标注的一个内容 我就不去标注了 标注的一个内容 就不去标注了 所以在这边 这个图呢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有一定的难度的 特别是什么地方呢 好 我们刚才绘制的 也就是中间这一块内容 这一块内容呢 特别是这边 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话 找不到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的一个投影 你们可以把这边画出来 也就是通过这边画好了之后 然后呢 再通过这边投影过来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在投影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三式图的一个规定 也就是它都是要对齐的 也是要都是要对齐的 你一条尺拉过来 还是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明白了没有 好 这个图呢 有一定的难度 大家呢 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三式图当中的一个概念性的 这个投影性的问题 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希望大家把这三张图 仔细的去看一看 有关于机械图的这些内容 好 这边标注呢 我就不去标注了 大家自己的去实践一下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